直拍正手弓球动作要领 准备动作 两脚打开 肩同宽或者略宽于肩 左脚感情脚在后 踏半个脚 双膝微曲 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然后 收腹含胸 身体放松 两手自然放于胸前 那么 正手弓球的转体引拍很重要 转体引拍 一定要转体引拍 转体引拍 然后蹬腿 蹬腿转腰 挥臂击球 蹬腿转腰 挥臂击球 顶胯 胯前顶 引拍的时候 你看这个开头的 下端和这个肘 在引进水平线上 是这样的 蹬腿转腰挥臂 蹬腿转腰挥臂击球 那么 高点期 球在高点期 或者上升后期 去撞击它的中部 撞击球的中部 向前 撞击中部 蹬转 蹬转 那么这是一个四分之一元 引拍到体侧 灰拍到鼻子尖底下就高了 不用收臂 现在是不用收小臂了 过去要收小臂 现在不用收了 直接往前打就行了 那么需要你发力扣刹的时候 前臂收一下 可以了 这就可以 说这出现了机会球 扣刹 扣刹 这是可以的 但是平时打球 就不用收小臂了 撞低就行了 你看灯转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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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